哼哼,我已经了解什么是留面子效应了 我来看看这次又有什么花招 诶,等等 可是,如果真的看到裸露的影像或这照片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 看到外流的死密影像该怎么做呢 在这些未经同意被散布的性死密影像的背后 不论是真是假 当初是否有同意拍摄 都是一个个饱受煎熬的受害者 多一个人观看,多一次点击 甚至多一则留言评论 不管是有意或好奇 都会造成再次伤害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又或者,赫然发现那是自己的影片 该怎么办呢 根据妇女救援基金会调查 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曾经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外流私密影像 而且没有特定场景,不限性别年龄 要终结性死密影像的散布 没有人是局外人 如果看到他人外流的性死密影像时 请不要点阅、分享、评论 就算只是潜水 也不要加入相关的社团 如果看到自己的性死密影像被散布时 请不要责怪自己 个人的隐私是不容侵犯的 即使私密影像当初是合议拍摄 也不等于可以被外流 真正做错的是散布和转传影像的人 切记不要独自承担这一切 请及时求助 告诉身边信任的人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并且寻求专业单位的协助 相关平台会提供 包含证据保留教学 协助报警流程 下架移除机制 和后续资商转介等服务 在台湾 可以透过卫生福利部成立的 性影像处理中心寻求协助 性影像处理中心 除了24小时提供线上申诉服务 也会以案件所需通知相关平台 请业者依法移除内容 同时啊 性影像处理中心 也串联起许多同样关注 数位性别暴力的组织 协助不幸遭遇 数位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也保护像你我一样的 网络使用者哦 没错 不扩散 要检举 支持受害者 就算我们是第三者 也可以执行正义 你赶快检举啦 也告诉你那位网友 不要转传了 然后跟他绝交 等等等等 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点误会了 刚刚的讯息算是提醒 我们点的外送快到了啦 哦 太好了 刚刚讨论了那么久 我都饿坏了 果然只有现实生活才是真的 嗯 那在网络世界当中的 不法行为也会受到处罚吗 当然啦 在网络上啊 无论是散布他人性私密影像 或是制作deepfake的不实影像 都是会受罚的哦 不是在虚拟世界的所作所为 就没关系 捍卫人权与生活的法律 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 法律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 以及义务权利 告诉我们在自由之上 有哪些限制 以及相应的责任 和哪些是该维护的人权与公平正义 而法律规范并不会因为网络是虚拟世界而消失 随着网络的普及 网络性暴力犯罪的案件数也日益增加 为了防止性影像传播所造成的危害 以及强化打击网络性暴力犯罪 近期也修法调整 包括刑法增加了像是 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 与性私密影像散播 和新兴科技所产生的不实影像有关的法条 以及增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和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不只让拍摄 制作或散布他人性私密影像的人 可以被究责 也要让受到私密影像散播而受害的人们 包含被害者身份隐私保密 刑事司法程序保障 保护辅助服务 及性影像移除及下架机制等权利能够被保障 你平常会在网络上跟陌生人分享自己的照片 或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吗 你会特别注意传的内容和照片 有没有透露过多的个人资讯吗